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又是一期白嫖乐玩家 我们继续来学习关于KKWK的使用教程 今天的话要说的内容是调音台 关于调音台的话 其实和这边的音轨是联动的 也就是说在这边的控制台的部分的话 基本上是和这边是一样的 相当于是这个音轨属性面板的一个拓展 然后多了的一部分就是关于音量条的部分 然后它的调入的方式的话就是OUT加2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把这个东西给它调出来 对吧 调出来的话 建议你的调整方式就是给它掘出来 正常来讲的话 我的习惯使用习惯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它掘出来 掘出来的话 把它给它拉开 拉开之后的话在这边的话是从左至右 第一个就是gain的选择 如果说你有音量增益的需求 那你就可以往右边去进行增益 但是注意啊增益的话是整个的音量都去增益 pro channel就是关于通道条的这么一个名称 然后如果说你在这边有预先想去启用的一些模块 包括说你像它的EQ 它的压缩还有它的混响都可以在这边去进行启用 包括一些电子光染色包括你像它的湿针啊 这都是可以启用的 具体使用的方式的话 建议你学习一下相关基础吧 就是插件的基础 在这边的话它是有一个预先可以给你去开启的 这么一个通道条 之前在这边的话也已经讲过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它可以调整成为post还是pre 就是推子前还是推子后 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调入它的预置 在这边的窗口的话我们是可以使用这个EQ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进行详细的调整它的这个EQ 我们可以在这边去进行拉一下 然后这边去调整一下 对于EQ我们可以通过在这边的话 预先先挂上一个比较简单的EQ 然后如果说我们有详细的操作的话 可以去进行详细的编辑 这边的话就进入到了我们插件添加插件的位置 如果说你有音频插件就可以添加音频插件 如果没有就可以不添加 假设如果说你想添加一个发送 发送和插入的话 如果说你是没有基础的话 那我也给你简单的讲解一下吧 画图先说一下信号的流程 首先先来说一下正常的情况下的话 是我们麦方的声音从声卡这边接过来 然后在这边的话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推子里边去 然后调整完了之后 然后发送到最后的这个 总的这个音轨上面 这是如果说没有发送的这个调整之后 这边的话最后的这个区域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总音轨上面 如果说上面的话是有发送的呢 就是在进入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推子前啊 当然有的也是推子后的 但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推子前啊 这个就代表的是我们的推子 然后进入到推子前呢 它是有一个预先可以分出来一部分声音 在这边的话我们又去做了一个分出来的这个声音 然后这边是调节我们发送的这个比例的部分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就进行一个分流的一个作用啊 把这边的声音分出来差不多百分之多少啊 然后我们就送到这个这个推子里边来 这个里边的话我们可以去挂一些混响啊 还可以去挂一些其他的插件 当然你要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在多轨道的情况下的话 发送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决例的 就像说我其他的轨道都需要的是同一个混响插件 如果说没有发送轨道的操作 就是你往每个轨道上面都挂相同参数的混响 这样的操作劣势的话就是啊 那你第一点你要保证的是 就是所有的插件都要调整到一样的混响的参数 这个对于现在的DW来说也不是难的 比较弹腾的道 假设如果说是没有发送轨道的话 那么我们每个轨道都要调整成为同样的参数 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的电脑上面 挂了多个同样参数的混响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CPU资源的话也是一种浪费 所以说这就是它的劣势 但是有了发送的调整的话 直接我们把这边发送过去 这边夹带固定的混响 哪个轨道想要去用这个混响就可以同样去用这个混响 这也是混响 或者是Delay这种延迟类的效果器非常通用的一种使用方式 然后这就是它的发送 发送的话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显示有几个选项 第一个的话叫做Master Master的话对应的是我们右边的这个Master 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在这边总线的轨道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只留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并没有多路的调整 它就是只有一路的这个Master即可 其他的Preview 还有这个中间的其他轨道的话 如果说用不上的话可以去进行删除 然后这边的其他的话还可以去进行发送 发送的话 你可以直接发送到Master里面 就是直接把声音直接发送过去 当然你还可以去选择另外的发送 在这边的话可以选择新建立体生总线 新建一个看到了吧 直接发送到了总线B上面 这个如果说我们是有多轨道的调整的话 这个调整的方式也是比较灵活的 最常用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建的辅助发送音轨 然后直接往上面挂效器 挂完混响之后就直接发送到Master了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边的话选择到立体生总线 还是说环绕生总线 建的通道都是总线通道 就是在这边的话总线轨道 我们是可以直接在总线轨道上面的话 对应不同的硬件输出通道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建新的跳线的插入点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使用 我最常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辅助轨道 当然就插插入混响嘛 非常普通的使用方法 然后其他的就不用讲了 这个就相当于是 硬规属性面板的一个延绳 punning 相位 然后这个是调节的是我们插直 还是立体生的这个轨道 然后这边的话调整的是相位 相位反转还是说不反转 然后这边的话是RW自动控制 MS的话就是mute 然后S的话代表的是solo 然后这边录音激活 然后开启监听 和这边的功能是一样的 剩下的话就多了一个音量的推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i input 代表的是输入 这边的话可以直接接入到我们对应的信号输入源 O的话代表的是默认它输出给哪 那如果说你不调整的情况下默认的话 那就输出到Muster 如果说我相信你用cakewalk的话 你绝对不可能是第一回用这种音频软件了吧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小白的话 至少你应该用过Audition吧 其实和Audition的逻辑其实也差不多 很多的音频软件也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东西的话你用一下就可以了 基本上也就会了 但是建议你的是啥 反正我的操作逻辑就是把这个窗口尽量给它挑出来 就不要放在这个MatiDoc里头 MatiDoc里头的话它显示不完整 然后使用起来的话调整并不是很灵活 然后我们可以去通过开关这边的控制台去进行 确定它是否开或者是关 如果说你是有大工程的情况下的话 在右边的这种多个总线轨道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然后我说一下我在使用的构成当中 遇到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边调取我的上面的这个预置的时候 我的软件就会崩溃掉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用了几次这边的轨道我调不了 就是在这边选择一个对应的预置 然后我调不了 就是PerChannel Presence 这边的话我是调不了的 调完之后我的这版本软件会崩溃掉 我这已经是更新到最新版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好 这就是关于通道的条件台的使用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 我们在这边看到了 谢谢观看